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我隔壁的这位牧师 是我们西马代理的会督 廖克明牧师 我们请廖克明牧师 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我是廖克明牧师 我在牧养上 差不多有26年的 这一个牧养的经验 那么今年在4月26日 因为我们已故 环帝华牧师 他安息主怀 那么我就被选为 做代理的会督 所以在这里很高兴 跟大家见面 廖牧师,我们很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 那个卫理工会 有怎么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 还是活动 马来西亚西马华人议会 主要的工作有在海外 跟这个国内 海外的话 主要在1997年 我们在台北的 这个满兴叠 或者台北的阿卡的事工 那么我们在 另外一个在缅甸 2009年 在缅甸我们开始了另外一个 也主要做这个阿卡的事工 然后2011年 我们到这一个印度 特别是印度南部的一个 印度的宣教的这个事工 那么在海外的事工里头呢 我们也非常注重的是在教育的这一块 那么教育这一块呢 我们特别在台北的满兴叠 有一个基督教恩华学校 在那里主要以中文来教导 那么2011年开始缅甸的南版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也设立了这一个孟坎 卫里学校 也是以中文为主的一个学校的教导 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一些主力的一些的事工 我们要怎么样为你们而祷告 主要就是在当地的 因为有好多在文化上 或者是说在这个政府方面 特别在缅甸 我们很难以说到那个宣教区 所以能够为我们祷告 就是在那一个地方 也是我们难以可以说直接 或者是难到很难到当地 设计那一些的牧养的公主的时候 为当地的一些宣教士 为当地的一些传道人 他们牧养的工作 也是不会中断 也能够把基督教 能够或者是宣教在当地 能够来传开 好 谢谢梁牧师